嘿朋友们早上好 圣诞节快乐 今天是12月26号 我们待了一周之后 即将离开太号湖 回到温暖的尔巴了 今天晚上 在我们前脚走 后脚就会来狂风暴雪 太号湖的暴风雪 下一次可以考虑 弄一辆这样的奔驰的房车过来 开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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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开始收拾回城的行李了 大家还记得这个吗 我们老三的澡盆 我们的行李减轻了大半 因为来的时候带了很多吃的 我们这几天在这里 一点都没有委屈自己的胃 我吃胖了好几天也没有健身 早上起来跟路克斯肥安来 去打杯咖啡准备回尔湾 不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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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停下来了 是的妈妈在等我们 走吧 走吧 嗨的 你出来看雪了 今天还没办法包 阿迪小宝宝 好可爱呀 好可爱呀 往前滑嘛对吧 我跟你这样子就去站着 起起起 起起 没有 没有 还挺可爱 我对我记得那什么道 哪个道 那个 这个道 这个道 Fiana 发明了一个送给爸爸的圣诞礼物 是怎么样的呀 亲戚 亲戚 怎么亲戚的 太爱这个礼物了 我们戴个小博套好不好 哼 今天某个人 今天我们戴个小博套 某个人翻下了 十恶不赦之罪啊 给大家看一看 不用看 不用看 今天哈尼迪正在吃奶 突然啊大叫 我就说怎么回事 妈妈打你了吗 我开玩笑的 结果真的是 你看妈妈给她取那个 拉手的时候 把皮都夹破了 我们拍个特写 以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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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严重的好吗 擦了那个药膏 然后就变得更严重了 拍一下拍一下 拍手哈尼 给大家看看最重 不是我准备把那个拉链 拉下来 结果一动就变成往上去了 你手让开 你还挡着最重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怎么回事 这事如果是我干的 我的天哪 海底 我今天晚上就要睡在外面了 出去溜达了 你看 今年滑雪增加的新装备 背包里有个水袋 可以一边滑雪一边喝茶 我说你那一样拍下来了吗 哈哈哈哈 多惨的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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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给妈妈送货 给妈妈送货?送什么货? Hidy! 拜拜 Heidi 一五休休 一下 一三 好 这一次圣诞滑雪被我老婆劝成了双满 只是在第一天的下午划了丹满 几下的所有的时间全部都划双满 买了新的装备,学了新的技巧 上一次去dear valley摔了个惨子 只会划不会停 这一次已经基本学到跟丹满一样的技术了 我们这个小镇里面 到处都是地产公司的office 我们刚才那个下楼的地方 有一间Susabees 这里有一间Compass 我们的Kelly Williams从老大 如果看到我的视频的话 KW在这里难道不应该有一间吗 我们在Tahoe滑雪的第三天 前两天没有Vlog 只拍了一些视频片段 但我突然发现 哇 原来不用Vlog专注滑雪 这么爽 今天上午不滑雪 今天上午带三个孩子们一起到 过去只有两个孩子的时候 我们去过的那个山顶的平台 去看一下太后湖的湖景 然后再拍照留念一下 看看你 别人时常滑雪的 我时常Vlog 虽然过来这两个相机肯定很险 因为我们要拍很远处的那个湖景 我们要拍很远处的那个湖景 我还拍到旁拍机 我还拍到旁拍机 最初级的雪岛 然后这个大平台 我们去看一下 Tahoe的湖 嗨地 看看雪山 去过了纽约 再来看看太后湖 超红微氧的 试图 在地上 你会找到旁阿姣 你会找到两个人 幼稀 大红 冲冲拍照流年就赶紧下来了 山顶上面特别冷风也大 Hidy很不适应 那山下面其实就这么大的高度差 就觉得还好 阳光明媚 没那么难受 过去几个雪鸡我一直滑单板的 去年的Vlog如果大家有看的话 在Deer Valley那个地方 他们不允许滑单板 我第一次被迫滑了双板 摔了个残子 只会往前滑不会停 所以今年 因为我们领导的要求 以及为了以后去这些雪场 只能滑双板的地方 我改成双板了 但当我换到双板以后 我突然发现 我喜欢收满居然比喜欢大满多 你想跟她一起来吗 好 我可以 还开心吗 还开心吗 Luka是可能有点 Boring啊 要不要待会我给你去划一个快的 这次没有Patrick 还有其他男生 有个话就行 对你教育 我教练 他说他已经教40年了 他在这边教了38年 他到84年到这边了 84年我说我老婆刚刚出生 我还没有出生 人家开始教滑雪了 这个老先生非常nice 挺耐心的 但是他说他是教练 他说他儿子滑雪 他是跟不上的 他没有办法跟他一起滑 他说他老婆 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才开始学滑雪 所以他现在就是一个终极的level 所以他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他们先一起坐篮车上去 然后跟孩子滑一下 孩子就觉得大人慢了 孩子就去滑鼻子 他就先陪他孩子滑一会 然后他累了再回来找他老婆 他就说滑雪是一个family的活动 对 如果不是为了孩子的话 我们两个应该是可以 亲爱的家睡觉 他说你又可以一会儿大家累了 就一会儿中午见面 在一起吃个饭 然后下午在一起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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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Rex Carrie 之前在我视频中出现过的 求婚的小两口 来我们Lex Tahoe的家里做客了 吃点喝点 每天来蹭个饭 太幸福了 欢迎蹭饭 欢迎蹭饭 Herry 下次再一起划了 拜拜 Lukas Viana 哈喽 Follow me Lukas 你上去货 那么如果有人下跃就不能 我朋友的话说 这个雪季我们全家一起解锁了新的技能 双版滑雪 Merry Christmas 今天是圣诞节 也是我们在Tahoe的最后一天 经过五天还是六天的练习 还要跟老师学的课 我的双版基本上接近我的单版水平了 我老婆的双版也入门了 所以下一次我们再去Mamas 或者是Park City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全家一起滑雪了 因此 Mas 我觉得我学会华妆版之后 我老公比我还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过去都是我带他们去穿山越岭 华那些很好的雪道很漂亮的风景 但是你不在 我只能给你拍视频看 这一次因为你也会华了 以后咱们就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华了 这也是为什么 华雪这么累 长途跋涉 这么多东西 雪距这么沉重 大家还非常喜欢这项运动的原因 就是华雪是为数不多的 可以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参与的一项运动 非常非常棒 如果朋友们有幸体会过的话 就知道为什么 我们每年冬季都会这么多 全家一起出动华雪 然后这么多好朋友 我们还想要约这么多家庭一起 这真的是一个家庭活动 我们的华雪教练在缆车上跟我们讲一句话 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七五个岁了 他妈妈九个岁 他说全家人一起华雪 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深游体 你好 希望我睡得好吗 因为我们带了满满一车吃的东西食材 然后奶奶每天给我们做饭吃 所以我们只在来的路上和回程的路上 吃了两顿美式的快餐 其他全部都是跟在家里吃的一样 我们甚至还邀请朋友 到我们这边来过平安夜 生日节招待他们 阿滴 这什么 还是要再啰嗦一遍 真的是又实用又好看 Hello 你在车上吃饭饭的 老婆作为一个一周就学会双版的初学者 有没有什么tips带给大家 就是赶紧放下单版换成双版吧 如果一直看我视频的观众都已经知道了 我老婆是几年之前最早从双版开始学 在大熊湖 但学得很不顺利 她就换到单版 然后从单版把尾椎骨给摔断 又换回双版 那我觉得第一次她找的那个教练 可能不是非常qualify 不是非常好 教她的方式不正确 教她用pizza的方式去刹车 但我们这一次的教练就跟她说 大人 特别是成年人 体重太大了 用pizza的方式很多地方你就刹不下来的 所以应该是用内刃 两个脚平行的这样刹车 然后她学会了之后觉得这是对的 所以她双版现在比较入门了 很开心这次 这是我们这次旅行的最大的成绩 尿了好多 作为我这个划单版的人 这次改了双版之后 说实话我觉得双版的乐趣稍微多一点 单版你就两个人往前后人 双版其实你就四个人 而且你脚踝多了很多动作 脚踝膝盖比单版的技巧性更丰富一点 乐趣性也更高一点 比如说如果我们像去年去砖小树林啊 干嘛的 单版我经常砍不浮 但双版可能砍起来就比较 传起来就比较游人有余一点 你说 单版有两个人就前人跟后人 我到现在为止就只会 只学会了一个人后人 然后还总是往地上坐 把屁股把尾椎骨都给做断了 哎呀朋友们回程不太顺利啊 超级大堵车 我们都已经开了累计有多少 十个小时了吧 我们十点都出发的 现在 八个多小时了 快九个小时了 快九个小时了 离家还有两个八小时 这就是开车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交通状况 不由你控制 哦 哇哦 腿都麻了 这回心情好了 这回心情好了 在我们一路狂奔回家的同时 有一位小兄弟在我们家 帮我们看着Maria打扫清洁 迎接我们回去 这是他爱喝的饮料 叫做Peach Green Tea Lemony 他马上就走了 他去打球了 给Dillan cheers 给Dillan cheers 哎呀我的妈呀 扎扎实实的开了12个小时的车 到家了 回到我们温暖的耳丸 我纽约的网友Tim 上次我们去纽约行的时候 他接待过我们的 现在在洛杉矶 他来洛杉矶给我发消息 第一句话就是 哇哦李斐 洛杉矶的气候绝了 真是太宜居了 我说对啊 一起约着打球 每次我们回耳丸 从外地回耳丸就觉得 论气候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地方 比这里更宜居了 真的好棒 挪一下车卸货 嗨弟弟 你表现真的是100分 满分 太棒了 嗨 Fiona Lucas 还满意吗 我们上一集视频发出的时候 有一位网友留言问说 一到冬季华人家庭就全去滑雪了 是真的喜欢滑雪还是跟风凑热闹 我给大家回复是 其实大人没几个喜欢的 都是为了孩子 现在想起来也不完全正确 为了家吧 为了家庭 因为这是一项可以全家在一起享受快乐的运动 很难得 好像是为数不多的吧 除了高尔夫之外好像就是滑雪了 其他没有什么是大人可以跟小孩一起玩的 通常都是我们看孩子们打比赛对不对 好吧回到家了 我们今天这集滑雪Vlog 把几天编辑在一起的Vlog 到此就结束了 对 这是我们2022到2023雪季的第一次滑雪 1月份我们会去Mamos 2月份会去Park City 对 maybe3月份4月份再计划一下 我老婆入门了之后 她会是常有力的组织者和 我们话说比较上瘾的那个人 对我其实还好了 好了朋友们回到耳湾 工作和生活继续 我们的两间新的listing 房源陆续带给大家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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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怎麼樣? 我看不到我 我看不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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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吃東西給我吃 吃東西 吃東西 我來吃一家吧 謝謝 謝謝 謝謝